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州立大学邀请他上台即兴表演一段rap 他就唱了一句 中国学生的晚会办得这么强这么大 迟早有一天让美国人叫我们爸爸 事后有学生向老师投诉 于是老师发电邮 向举办晚会的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 CSSA控诉 表示歌词对美国人来说是一种侮辱 王一凡得知投诉自己的是两名华裔老师 感到惊愕又愤怒 便创作这首中国爸爸 抨击卑躬屈膝 见利妄议 点头哈腰的中国人 还扬言这首歌是要送给那两名华裔教授 以及所有向往美国的狗东西 歌曲在网路上引发大批网友关注 正反两面的声音此起彼落 支持的人说 美国不是一直高喊人权吗 标榜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但多数人认为 王一凡的做法太过分 更有网友说是中国的极权土壤 滋养出王一凡的扭曲思维 还有网友称 王一凡在宾州州立大学读了六年 更换过主修科目 最后还是成绩不过 无法拿到学位 这首歌可能是他的泄愤之作 歌词里还有归儿子 狗汉奸等字眼 尽管歌曲惹出争议 但也不主张对个人进行严厉的舆论审判 新闻时事报记者孙玉山整理报道 好 这些山坡 está传闻的 过程婚优先